这个事情常发现 这是道心巍巍 道心是很少的 业障率很强 经常打断 不远不着都成就了 就为说障缘呢 东障西障 东错西错的 今上婚一一 来生再解缘吧 来生又不到遇到又不到了 来生你不晓得生到哪儿过去了 再来生这个时间不对了 条件不对了 这种特别要作业 有些个在这祝神继位当中 有跟这种相应的说一说 你看这些神 咱们讲了每一个神 每一个神 一个都是十种 一个十种 华人经是举十了 十表无尽的意思了 神 非常的多 神本身就是变化意 变化意 还不定意 不定意 现在咱们讲的是 主火神 火过去就是水了 夏文某讲主火神 主水神 也是实法 普行云窗 主水神 的平等利益 纵上磁系统门 海超云阴 主水神 的无边法 庄严系统门 妙赛 轮集 主水神 的观索 应化 方便 普奢系统门 善巧悬浮 主水神 他得到的 普眼祝福 甚深警戒 系统门 离构 相继 主水神 得普现 清净 大光明 系统门 浮桥 光阴 主水神 得清净 法性 无相 无性 系统门 知诸自在 主水神 得无尽 大悲海 系统门 敬离 散因 主水神 得与 菩萨 宗 道场 宗 伟大 欢喜 障 系统门 普现 威光 主水神 以无奈 广大 福德利 普出 系统门 喉 生 遍海 主水神 得观察 一些 众生 发起入虚空 漂浮 方便 学童门 这个十个 主水神 座 因为这些神 不是神的本身 是什么呢 是咱们说的 华严海会的大菩萨 他继位到这一类 继继续到这一类 主持这一类 度化这一类 水呢 咱们大家知道 离开 离不开的 在你生活当中 你能离开水吗 离不开的 所有降雨 就是冰雪化 一般的嘛 是靠着降雨啊 来增加这个河 江 是人能服用的 海水人不能服用的 这个大家都理解到了 主海神跟主水神 两个有差别的 主水神呢 他能够普利于纵上 而纵上离不开水的了 所以说 主水神 停等利于纵上 这个是无缘大词 无缘大词 无缘大词就平等 谁没得分别的了 谁引用它 谁使用它 都可以 都可以 行动这菩萨 他的一众生 他是平等的了 平等的词 词呢 就平等给给众生的快乐 他没有分别的 没有分别的 没有分别的 妙赛论去主水神呢 他是 所应化的一些方便 普奢 卸托 跟这个海超 云云主水神 料有差别 料有差别 那么这个呢 是他自己 庄然 也庄然 的确重上 他有无边的 樱化的含义 本来是 这要佛说的 表佛 佛法 表佛说的 菩萨是向佛学 佛是嘛 对于众生 得应度者 什么算得应度者呢 就是有缘 有缘 我们经常说的感应 有感 佛菩萨必应 无感 菩萨也应 无感这么有应呢 今生他无感 前生多生他感过 今生他已经 把他以前的善根 失掉了 失掉了 他连求感的 求感的思想都没有 佛因为他 过去种的善因 过去的缘 那佛来启发他 让他从身的生起感 生起缘 完了还是得自己求啊 一个是平等的 这个呢 是他继续去做 这是佛菩萨自己去做 自己去做 观 观哪一类的重生 他善根成熟了 他随便中间过去的缘呢 失掉了 可以重新建立 这就叫无缘大词 无缘的大词 平等大悲 说是无缘 必须都有缘呢 咱们经常说 佛门广大 无缘者难度 就是这个含书 就是这个含义 那么佛菩萨 用他自己修行 庄严自己 也庄严一些重生 海超音的意思 大家知道 那海水潮的时候 它是不识时的了 你每一个海难 它是下午几点 上午几点 涨潮 退潮 它是一定时间的 这行传者 渡海者 它是掌握这个时间的 掌握这个时间的 妙骰 轮吉 主水神的名字 他所樱化的方便 菩萨 樱化的 就是他应该现身 救度的 就是樱化者 那么那个 祝婆 祝菩萨 他四线 总总的行 不一定都是佛身 也不一定都是菩萨身 有时候现的现象 不一定是善 有时候多诺众生 他现的现象是哪像 如果咱们汉地 那佛菩萨的现的多数是善象 在少数民族地区 佛菩萨的现的多数是愤怒象 愤怒象就是乐象 就是降伏象 就是所樱化 善巧方便 因为什么神得度者 他就四线个什么神 这个意思 他也四线种种形 四线种种的形态 那么 给哪一类众生说法 他就四线哪一类众生的形态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四线同类舍 众生啊 那一类众生能够受感召 能够得度 当然是以人类最方便 人类最方便 所以六道之中 人类啊是文法最多 为什么呢 人类是苦和乐 各占一半 在苦的当中 他要求泄脱 一般苦的呀 他求泄脱 脱离苦海 那在这个时候 你给他说法 说道 他容易进入 天人呢 他比人福报大 在他生活啊 享受啊 比人类好 但是他不容易得度 我们经常有人说话吧 富贵修道难哪 那富贵人 他要信道都不容易 何况他要修道呢 就是这个含义 但是这个 妙纪伦将竹水山 他是应化众生实话 谁众生的感 他方便善巧 来使一些众生啊 得利益 我们大家对观心菩萨 非常说 观心菩萨 献种种山 献种种山 来利益 动上 三巧 玄伏的 祖水山 他得到了 蒲养祝福警戒 邂途门 蒲养祝福的 甚深警戒 能够说 神伐 但是这一个 竹水山呢 他所能够 利益众生的 卫生就悬浮 悬浮那个水啊 不如恢复 就炫 炫水恢复 那你行船 或者你带游荣 因为遇到悬浮水 非常危险 如果站在公路上 行车的时候 你这汽车 除盐持续控制 他掉不头来转 这就危险了 别的车不管你转了吗 你这一旋 不把别的车耽误了吗 你行船 游荣 你对的旋水 这一旋 你的力量那个船 也就衬了 游荣也就沉默了 那这个竹水山呢 他在悬浮当中 就利益众生 救度众生 另外以法来说 在这众生的苦难当中 就漩涡当中 咱们在六道说 渡到地狱道去了 或者渡到乐鬼道去了 渡到厨生道去了 为什么说这三徒啊 除了苦难深重之外 没办法闻到佛法 就像地藏王菩萨 在地狱度纵上 在地藏经上 阎罗王就向佛请问 他说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那佛就叫他你说吧 我给你解说 说地藏菩萨那么样的威神 那么样的功力 为什么他救不了众生 这个怎么讲呢 在经上说的 他把他刚度出去 没好久他又回来了 意思就是说 地藏菩萨你那么大的威神 你度就把他度彻底嘛 你度不彻底 他刚出来 好像到人类 没几天他又回来了 意思说 还是地藏菩萨没进够力量吗 还是地藏菩萨威力不够吗 你度不够